现在咱们是不是把这些参数给它写完了 写完了还没有完 咱们还有写最后一步 就是说我要让这个flux实际的用起来 对于这样一个flux 我就让它等于TensorFlow的一个flux 然后再点上这样一个flux 先把这个flux给它解析出来 然后用这个flux去press一下 咱们去点击一下 咱们去press这样一个flux 然后里边不需要传任何东西 直接这样onpress解析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可以把这个参数先打印出来 就是说现在你不是这个参数设置好了吗 但是为了大家看着方便 我们也可以对这些参数进行一个打印的操作 在网络刚开始训练之前的时候 我们先让咱们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参数 然后来去训练这样一个神经网络的 然后我写这样一个循环 在循环当中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属性值 还有它的一个value值 都给它打印出来 for这样一个属性值和value值 我们先排下去吧 insorted 然后呢 我们往这里只需要传这样一个参数 就是咱们的这些flux嘛 我们来调这样一个 把大的这个flux给它复制过来 这个flux里边呢 我们去调它的一个 我找一下它应该是有一个flux item 我来看一下啊 先是要调它的一个这样 先把它的flux先调出来 把它的这些flux都给它调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小flux 然后呢 我要便利嘛 不是说 所以说我就要把它的一个items 然后都给它取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写着完这样一个循环之后啊 我就在这个循环当中 进行一次打印的操作 就是说 我要把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属性值 还有它的一个value值 等于什么 都给打印出来 咱们再print一下 print里边呢 我传进来啊 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咱们写的好看一些吧 咱们让它是写上两个大括号 这两个大括号呢 先写上这样一个等于等于 分别是等于等于什么 然后呢 我把这样的一个值啊 给它传进来 就是.formate .formate的值啊 咱们就是要把它的一个attr 就是它的一个属性值 然后呢 给它upper一下先 upper 给它upper一下 然后呢 还有它的一个 还有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值吧 就是它的一个value值 再把它打印出来 那么这个啊 就是啊 这个没有括号 这个啊 就是说咱们先写了这样一个循环 在这个循环里边呢 一会儿啊 咱们加载进来的这些参数啊 就都会 在咱们训练开始之前 就会被打印出来了 参数写完之后啊 我们下一步就要把数据啊 给它加进来 所以说 我现在先写一个注释 咱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一个load data 在这里呢 是不是说我们要把数据读进来 读进来成两种形式啊 一种形式呢 就是说啊 是咱们的一个数据 另一种形式 是咱们的一个label吧 所以说啊 我希望我预处理完的一个数据 它是一个xtest 然后还有这样一个y值 就是说 咱们要把这个数据啊 和咱们的label都给录进来 这里呢 我就是用这个data hyperlux里边 一会儿咱们要写这样一个函数 叫做一个load 然后啊 load 咱们要加载咱们的数据 然后还有一个and and labels 要把数据啊 和label都给它加载进来 这里呢 咱们要读数据 是不是说 我需要告诉咱们这个函数啊 它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位置是在哪 就是这样一个flux里边 我们可以调它的一个positive 我把它这个东西啊 给它复制过来吧 就是咱们刚才 是不是写了这样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 我看看前哪去了 叫做一个positive datafail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positive datafail 给它过来 然后呢 还有一个negative这样一个fail吧 就是咱们刚才写的参数啊 这回咱们就用上了 第一个是一个positive 第二个是一个negative 再给它复制过来 negative datafail 那咱们现在啊 就是在这里 我要去写这样一个 load data and labels 这样一个函数了 就在咱们这个 data hyperlis啊 然后里边 咱们再去写这样一个函数 在这个里边呢 首先啊 就是说我需要定义一个函数吧 定义一个函数 我们define一下 这个函数名字叫什么呢 load data and labels 我们先写这样一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里边 首先呢 它传进来的就是啊 咱们的 就是两个fail的一个路径吧 就是一个positive 给它fail 我都复制过来 传进来的是两个路径 一个是positive的一个路径 一个是native的一个路径 然后呢 对于这两个路径来说啊 我们分表把数据真正给读进来了吧 首先我先写一个pospos positive 让这个positive数据啊 我们先去open这样一个文件夹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多 咱们先去啊 这样open一个文件夹 就是open这个positive data file 这里是它的一个路径嘛 然后路径啊 我们让它用一种RB的形式给它读进来 然后呢 再给它read一下 咱们先读一下 read完之后啊 大家注意点 就是说 read完之后还没完 因为呢 在这个数据当中啊 它可能存在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字符 比如说我们找一找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 我们看这块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吧 可能是它这些出现一些错误的一些字符 那么对于这些字符来说呢 我们需要把它进行一个转换 就是说我们得用啊 这种utf-8这种编码才行 所以说我们在这抵扣的一下 dcud我们给它抵扣成这样一个utf-8啊 就小写的utf-8的一个形式 这样呢 咱们就读进来了这样一个positive的一个文件 同理呢 咱们还有这样一个negative的文件吧 它还是复制过来 negative去读对应negative的一个文件 还是进行一个decode的 还是这样一个utf-8 然后呢 这样咱们现在read完之后啊 它是整个的一大份文件都读完了吧 整个的一大份文件读完之后啊 我们还需要就是说 进行一个分割吧 因为里边包含了很多封电子邮件嘛 所以说 我写个examples p-e-s p-e-t-u-e-s 就是说 我现在对于这样读出来的完整的一大份 我对它进行一个septe的操作 给它呀 按照这样一个-n 如果说有了这样一个回车 就是说 表示着这行样本和下行样本给它读完了 然后呢 我还要写这样一个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冒号-1的意思啊 就是说 因为对于这样咱们的样本来说 我写完每一行都会进行回车嘛 但是对于最后一个样本来说啊 我最后一个回车完之后就没有了吧 所以说 咱们是取到倒数第二个 最后一个是空的 所以说我写了这样一个冒号到-1的 这是啊 这样一个positive的example 然后呢 同理啊 还有这样一个native的example 给它复制过来 native的example呢 还是用native 然后split一下 这样-n 然后取这样的做的样本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还要做一个操作啊 就是说 这里我们看 对于数据来说啊 它里边经常会有一些空格吧 尤其是结尾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样一些空格给它去掉 所以说 我在处理的时候 又加上了这样一步 对于咱们的一个positive的example 我们来写一下啊 它就是等于一个 哦 写的简单一些吧 直接把for循环写到这样的意思里边 for s 因咱们的这个 对于每一个样本来说 我都要进行一个相同的操作 都让这个s进行一个 s-strap s-t-r-i-p 都进行这样一个操作 这是啊 对positive咱们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去掉这样的空格 然后呢 对于这样一个nativeexample 咱们还是要进行相同的操作 都要去掉这样一个空格 那接下来啊 就是说啊 我可以对咱们的一个数据进行组合了 咱们的一个x 这样一个test 它不就是等于一个 嗯 positive再加上一个native吗 咱们直接等于positive再加上 一共是有多少样本的 positive加native的 然后呢 对于这个样本啊 我要对它进行一个清洗 或者说 对它啊 先进行一步过滤的操作 比如说在这里呢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嗯 不想要的值 或者说一些错误值 把它进行转换标点符号啊 对咱们来说可能没用 然后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字符 对咱们来说也是没用的吧 我可能要去掉一些这些浪漫切到字符 比如说 我先写一个函数吧 一会儿咱们再说啊 咱们写一个啊 这样一个clean str 就是说我要对咱们的一个sword字符啊 都进行一个过滤 去掉一些啊 没用的标点符号 一会儿就把这些标点符号 怎么去掉 写到这个clean str里边 还是啊 写这样一个循环啊 for这样一个sand吧 forsand in这样一个xtest里边 我们去把这个sand进行clean的一下 对于每一个字符呢 我都要进行这样一步过滤的操作 先把这样字符给它过滤掉 现在数据是不是有了 数据有了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label吧 就是一个positive 我们需要指定这样一个positive的label 还有这样一个native的label 这里啊 咱们让这个label也是写的简单一些 首先呢 我还是写这样一个list list里边还是写一个循环啊 就是因为咱们的一个对于啊 咱们的一个label 就是说它是每一个label 跟每一个样本都是对应的嘛 所以说我现在啊 对于positive的一个label 我让它的一个值啊 就是等于 咱们用这种warnhot的编码 就是说啊 咱们让这个positive的等于01 然后呢 让这个native啊 等于10就可以了 我先写这样一个循环 这里呢 就是说啊 对于这样positive的每一个样本 它的一个label都是01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native的label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10的 我把它复制过来 native的一个label 它就是一个10的 然后在native的example里边 那现在啊 咱们是不是说 已经把这个 嗯啊 label还差一点 label咱们还没有 给它组合在一起吧 现在只是positive的和native的 跟咱们之前s-test一样 我们还要给它 进行一个组合在一起 只不过说 现在组合在一起啊 咱们就不能直接相加了啊 咱们需要用lampide的一个函数 我把这里啊 用把这个lampide的一个库 给它导进来 import这个lampide 然后s-np 我们用lampide的一个函数啊 lampide的一个concate啊 把这个函数写进来 然后呢 我们是要连的是什么 连的是一个 我看一下 连的是这样一个pottive的label 先是pottive 然后后是native 把这两个啊 给它连在一起 pottive的和native的 然后呢 给它按照一个数连在一起 所以说咱们写成这样啊 最后来写个逗号 然后是按照这样每个样本 每个样本给它连在一起的 这样呢 咱们就把这个x的一个数据 和它的一个label 给它做好了吧 下面咱们返回出来就可以了 一个是叫做xtest 一个是叫做这样一个y 现在呢 咱们就把这个数据做好了 就是咱们的一个x还有y 分别是什么东西